由去年6月起爆發的反修例示威衝突 至今已持續接近一年 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也即監警會負責有關警方處理反修例示威的審視報告 安排在星期五下午的記者會發表 除了提及被受關注的元朗721和831太子港鐵站事件外 據報監警會亦在報告中提出50多項建議 報告提到政府將去年的612衝突定性為暴動 催化日後多場大型示威活動 監警會認為警方應檢討當日保護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行動策略 是否可以減少與示威者的衝突、對抗 亦都應該向公眾交代定性為暴動的目的和準則 減少公眾誤會 警方在處理大型示威衝突場面時 累計使用過萬枚催淚彈 輿論關注有關成份會影響人體健康 監警會建議當局委任一個由醫學和科學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 評估警方使用催淚彈的獨立水平是否屬人體可接受 並要檢討使用催淚彈的做法和程序 具體說明在哪種情況下可使用或不可使用 至於警方曾向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團體 要求他們終止集會 監警會認為如果警方認為有必要終止集會 應該先與集會的主辦單位商討 給足夠時間和指示 等參與人士離開現場 對於採訪示威時引發的衝突 監警會認為警方應該檢討為記者提供協助的措施 但同時不影響警方執法 東網記者何子浩報導